大家好 上次叫你不要把手指插進這幾個洞 這些都是跟小朋友說的 你看看你的手指的形狀 和洞的形狀 你就明白到你的手指應該插進這些洞 而不是插進那些... 這些就是有家教 不過即使你找個正確的插頭插去 其實還有很多關於安全的隱憂 第一就是怕著火 你看到洞就插 又再插 很多電器Appirances搭在一個插座上 電流Current就會插到大一大 Current太大就會產生熱 Hit就會著火 又或者你的電線Wires一個不小心鬆掉 那就有機會碰到其他的Wires 而短路Sort Circuit Current就會變得很大 又會著火 不想著火就要弄一塊東西防止Current太大 保險CFuse和斷路器Circuit Breaker 就是用來防止電路Current的Current太大 只要流經它們的Current一大過預期 Fuse裡面的C就會溶斷 又或者Circuit Breaker就會跳濟 這樣就不會燒掉房子了 所以Fuse和Circuit Breaker 都有一個壓定值Rating 它會告訴你 你到了幾大的Current就會斷或跳濟 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選一個Rating 是剛剛好大過你所需要的Current 少許的 例如你平時用10個A 你去選一個Rating是10個A的Fuse 那就是自己玩自己而已 一開機就斷Fuse了 選一個Rating是高一點的13A的Fuse 又或者Circuit Breaker 那就沒死了 第二件事害怕的就是觸電 滑線Live Wire這麼危險 沒有人就會無緣的手指去碰它 但當你插了一個插頭之後 那條Live Wire就會延伸出來 嘩有什麼事 不小心碰到也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們的開關Switch 以及Fuse或者Circuit Breaker 全部可以弄斷Circuit的東西都會裝在Live Wire上面 有什麼事立刻關掉的按鈕 或者斷了Circuit 這樣就不會讓Live Wire走出來 那Appliance就會接著The Earth 保持是0個V 多放心 你想想如果你把Switch或者Fuse 放在中線Nutral Wire那裡的時候 就算你斷了Nutral Wire也好 Appliance仍然保持著Live Wire 即是說仍然有一個電勢Electric Potential 萬一你碰到它 一樣會很危險 Live Wire在Appliance機裡面 有沒有那麼容易碰到 啊 你說 萬一Live Wire碰到Appliance的金屬外殼Metal Casing Metal Casing就會有一個高Electric Potential 那你一碰下去就 不想死就要找個替死鬼了 沒錯 這個替死鬼就是第三條線 第三個洞 黃綠雙間有Yellow有Green的地線Earth Wire 一邊它就會鑊著Metal Casing 另一邊它就會連著地下 你想想 現在的電流Current 可以選擇經過你落地下 又或者經過地線Earth Wire落地下 除非你的樣子就像電線一樣 如果不是的話 按到你的Current 都會選擇一個電阻 Resistance是小一點的地線Earth Wire落地 Earth Wire是很重要的 如果沒有它的話 只要那條Live Wire有些什麼 易辱 我們都會電死 為了保障我們 在插頭鑊著Earth Wire的腳會長一點 確保Appliance在鑊上的Live Wire之前 已經鑊好了Earth Wire 而且現在很多的插座都會有閘 你要插了Earth Wire下去 那個洞才會開給你的 不是說什麼都需要Earth Wire 有時你看到這隻腳 喂!是膠來的 不要緊張 那是因為這個Appliance 已經做足了雙重的絕緣 Double Insulation 根本就不會有金屬的位置 讓你碰到 Live Wire也不可能 經由一個導體conductor走出來 也就是我們就沒可能觸電了 好可愛的 double 贏 後來 快點 開花 02 3